来这个董老师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疫苗只要一出了事 使用的人马上会控告政府 会控告那药厂 所以大家有没有考虑清楚 你现在起哄要放宽 之后出事谁负责 那些使用的人真的出问题的话 他是不是要来告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这个就是一个好问题 来我请教林医师 的确民间的推荐有这个管道 大家一起来努力 但是一直去质疑 为什么要中央去审核 中央要审核 包括你是不是足够的冷链系统 你是不是透过总场的一个授权 你觉得外界这个质疑 到底有没有道理 可是刚刚董老师提出一个 你民间去接洽 到最后如果打了打出问题 那要跟谁求偿 谁负责任 来林医师怎么看 董老师刚刚那八项 就是指挥中心给的这个建议 或者是希望每一个去帮忙政府接下疫苗的单位 可以去满足的这几个条件 是最基本的条件 那我先讲今天假如我自己跑到美国去 提了一个行李箱买了 买了100剂的疫苗回来 我可以自己在台湾开一个开一个门诊说 哎来我买了100剂大家来打吗 这里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原厂的 但来这里面我是怎么储存的 到底是已经冷链坏掉了 还是没有坏掉 打完之后 如果我打的针头没有消毒 出了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这个帐算我的还是谁的 大家可能忘记一件事情 疫苗是打在健康的人身上 打在健康的人身上 都可能还是会有所谓的副作用 或不良反应 3月份的时候有AZ这支疫苗 大家那时候讨论什么 啊会血栓啊 哪里的 晕倒了 好像整个副作用不得了 最好不要用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觉得每一个 疫苗只要能够来就可以了呢 再来大家可能忘记了 之前食药署有一个规定 台湾很多人会之前还能旅游的时候 会去日本或去其他国家 都会去日本的药妆店 买很多的药品吗 那药品如果你自己要买回来自己用 那算了你只要你OK 不是管制药 日本让你买得到 你要自己用 那是你的事 可是如果你跑到日本的药妆店 买了100盒的药 你回来送亲友 或甚至卖别人 这样子可以吗 这就不行了嘛 你光是这样 你又没有办法负责 即使是在那边是合法药品 你买进来 你都不能这样处理 那更不要讲说是用在健康人身上的疫苗 大家用这个逻辑 先不用讲什么太复杂的法规 我就先用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 今天我如果告诉你说 我这边买了 我去Costco自己去披了两箱的牛奶 你就敢喝进去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箱子有没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的冷藏有没有问题 那更不要讲说疫苗是打进健康人 所以 当然我这样讲 今天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厂商 看你台湾进户 没有 你台湾政府跟他买 他看你不起 不想卖给你 可是其他的民间团体 他看得起 他觉得他愿意给你 我们很感谢这些团体很厉害 但是问题是说 这时候团体的角色 是我自己买回来 给我自己的好朋友打 还是你其实是批进来 给政府统一帮你做处理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要想清楚 疫苗是做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 你旁边的人都有打了 那么今天假设病毒来了 大家都一起来达成一个 避免传播的一个效果 而不是说 我某个县市好厉害 我这个县市打了 然后这个县市大家 全部都好健康 那你们其他县市人都去死 不要干我的事 不可能是这种逻辑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再来最后一个事情就是说 以疫苗这个逻辑来讲 你今天这些疫苗的施打 或者是这些代理的厂商 今天中央政府去做这样的动作 中央政府有没有买 有哦 中央政府有没有找原厂 有哦 现在大家搞清楚 现在台湾不是没有买疫苗 台湾不是政府没有买疫苗 政府买了 假如依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讲 在接下来两个月 我们会有1000 应该会有1000万剂左右的疫苗 那这里面问题在哪 问题就是别的药厂 你跟我签约 我也会卖你 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飞机会把疫苗运去给你吗 今天政府已经买了 签了约卡 这卡在什么时候运来 那个政府这边说 请各个愿意去帮忙 买疫苗的这些厂商 他其实其中有没有一个点 叫做预计到货时间 一样哦 如果这些大家说 现在都说我要去买 保证我买得到 那三年后给你到货吗 政府这边去买的这种大量采购 他今天没有办法给货 今天如果说我相信 如果是我们讲的各个民间团体 你想办法去买 因为当然问题都一样 这些药厂今天什么原因 没有来给台湾的货 他愿意给 其他的我们讲的四人团体说 我愿意多给很奇怪 我不知道哪一个药厂会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我最后再补充 大家不要忘记 比方说我们现在说要买BNT 那BNT在德国是辉瑞药厂 对不对 台湾有没有辉瑞药厂的代理商 有 然后呢 我们之前比方说 我们像有人说要去买交生 台湾有没有交生的代理商 有 台湾都是有药厂 他们的药厂就是分公司都在台湾哦 那这种状况之下 为什么这些代理商或这些代理的药厂 他们放着自己的 跟政府之间帮忙的这动作不做 然后要有其他跳过台湾的代理商 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吗 之前上海复兴那件事情的时候 有人说 你怎么可以跳过大中华区代理商 那请问我们为什么跳过台湾的代理商 嗯 是是 我另一个补充 第一个 今天陈时中讲 16个表态说要买疫苗来捐助的 我们的信都是感谢他 他发心做好事 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人提出申请 所以要讲清楚 然后变成这些卫福部或者防疫人员在背黑锅说 你们在刁难 你们这些人在 挡住不让人家捐 没有 意思是说赶快送 我们还可以简化 我一直想到这里 所以今天苏贞昌院长要求王美花跟陈忠燕 单一窗口 谁要捐找他们 我帮你速办 赶快把文件送进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在有一个business night 国际的媒体报导 印度的首都德里 自己要去买 就辉瑞 莫德纳 BNT 三家都告诉 印度算世界前十大强国了吧 他的首都自己说我地方政府跟你买 这三家药厂跟他讲 我们不跟地方政府谈 我只跟中央政府谈 有公文 而且是堪在国际的媒体上 所以如果地方政府 印度的首都不能跳过中央政府去买 我们的地方政府 你现在光一张纸 就要到中央准你 我到底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准什么东西 而民间团体要去购买 应该更辛苦 两个例子 欧盟够大了吧 欧盟跟AZ签约 现在告AZ 你还缺我三亿剂 送不出来 所以台湾早就买 购买外国疫苗 对台湾来讲 已经签约完成 现在是供货运送问题 所以欧盟告牛津AZ说 你答应我的六亿剂子给三亿 还差三亿 第二个 COVAX在上个礼拜 这个COVAX平台上个礼拜说什么 取消62个国家的捐助计划 就是我们本来要叫有钱的国家捐 赚点钱买疫苗给国际上比较 比较经济弱势的一个国家 他为什么取消 他说没有药厂有办法供应疫苗 所以现在是供货问题 而且供货问题不是只出现在台湾 欧盟遇到了 印度遇到了 非洲也遇到了 所以台湾现在不是买疫苗问题 是供货问题 而现在供货手上有现货的两个国家 一个美国 一个日本 都愿意帮助台湾供货过来 这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 而原来我们签约预定供货的时间 像莫德纳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 而我们透过COVAX 我们是买的 不是经济弱势国家被帮助的 那个计划也没有变 所以我们把这个脉络的基础 先让大家认知 你再回头看那些 一些 我不知道叫烟火还是什么这样的言论 一直让这个政府疲于奔命 再去解释这些 我觉得我们防疫 是不是让信任防疫人员 好好把防疫做好了 注射疫苗 是攸关人命的问题 买疫苗不是在路边摊 随便挑一挑买一买 那我请教瑞德大哥 真的有人在制造疫苗之乱吗 来你怎么看 对没错 刚刚林静怡医师 讲到一件事情 让我感慨很深刻 他讲到日本的药品的问题 各位 我的干妈 二十几年前快三十年前 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去 就因为被人家带去打 所谓的来路不明的 相关的这个胎盘术 回来以后一个礼拜不舒服 就走了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打来路不明的注射剂 那么大家都说好 结果你跟着去 就没想到一趟的 这个第一次的出国 结果一个礼拜后到了天国 什么意思啊 今天台湾的有政治人物说 不要问我怎么来的 然后呢 有些医疗出身背景的人说 为了救命 所以闭着眼睛 你就批了吧 告诉各位 这些政治人物也好 还有这些医疗的人物也好 我相信你们的初衷都是好意 但我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这些来路不明 或者是说 那么到底是怎么来都不知道 或者是说 你就这样闭着眼睛 给他批了以后 打疫苗打死一个人 你们谁要偿命 你们谁要赔命 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要一命换一命吗 对 所以事实上为什么要管理 要经过管理 我赞成这个定义委员所讲的 到目前为止啊 很多的宗教团体 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企业家都说要捐 目前我觉得最有诚意的是谁呢 是这个洪海集团的郭台铭先生 因为很简单 72个小时呢 那么三天之内立刻把整个 这个企划书授权计划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准备齐全了以后 又找来了药商 然后呢 把这件事情给弄好 他又七大声明里面讲 那么要透过德国的这个BNT药厂 而不是所谓的中国 那非常好 我讲白了啦 就算扣打算了你上海复兴总代理 对吧 让你探紧三八五八 都没关系 你是用德国直接原厂 给我载到台湾来 我赞成啊 如果你能用客服这一关 我赞成啊 我们去年跟今年在做的两次 两次要做的事情 那么包括这个BNT的疫苗来台湾 都是为了让BNT能够顺利来不是吗 最后是谁阻挡了嘛 是谁嘛 是谁让我们本来要买的最后一刻 被人家咔嚓杀掉 COVAX本来要批发给我们9万多计的这个BNT 也没了嘛 是谁嘛 不是我不要 是我买不到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人要帮我买 OK啊 但问题是就跟我干妈一样 你的来路 你的所有一个授权 都必须要非常完整 它整个运送过程都不能稍有疏忽 包括那么辉瑞德相关的零下70度 包括莫德纳的零下20度 也包括现在的AZ2到8度 都要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小心 另外在国产疫苗的部分呢 各位 现在他们用一种方式来抹黑国产的疫苗 意思就是 今天好像都是为了炒股票 说高端已经涨多少 你拿去年的高端跟今年的高端比 股价好像涨了不少 但你知道连今天高端都是跌停板 它跌了五只停板 你怎么不讲 它跌了五只停板 难道是政治力的介入故意的吗 故意放空 故意炒作的吗 万海一个多月里面 从80块涨到150几块 你怎么不说呢 股市就是一个循环 大家认为 国产有希望大家把股市炒高 不是这个样子吗 台湾股市这么好 都已经今天再度占上17000多点 不是吗 但是就把它抹黑 反正就抹黑 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怎么说 台北市长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如果再封三个月 不病死也会饿死 我要跟柯文哲市长讲 包括你的台北市 包括全台湾 不会有人饿死的 就在今天 立法院在今天的中午 虽然国民党的主席 江启臣有意见 但最后还是通过 8400多亿追加到 8400多亿的 这个所谓的疏困方案 已经通过了 最快这个礼拜五 6月4号 去年有登陆这些疏困的人 你的钱就会拨到你的账户里面 我希望行政院照顾更多基层的人 照顾更多 这次更需要照顾的人 除了去年那些之外 因为很多人来跟我反映 他不在去年书肯方案的名单里面 但是他是劳工 他有需要 不是那个10万块贷款 我现在说的是 每个月1万块可以救命的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撑不下去了 包括地方政府申请急难救济金 如果你的老板因为撑不下去了 把你们给fire 你记得 你一定要拿到 跟你老板要 所谓非自愿性离职 因为你可以领 6个月半年的失业救济金 你不要以为政府没在做事 政府都在照顾 都在做事 还有就是 有关于疫苗的问题 上个礼拜 我已经其实 已经连续两次 包括上次AZ的41万剂来 上个礼拜 我们在小君的节目里面 我不是呼和定宇兄所讲的吗 我们的莫德纳会来 不是吗 来了没有 来了嘛 AZ41万剂 我之前讲 有可能会来 来了没有 来了嘛 也就是因为这41万剂嘛 所以呢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够上礼拜拨15万剂 明天拨26万剂 一次给你嘛 然后紧接着来这个礼拜 最快礼拜 最快可能希望礼拜五 也一样来个几十万剂嘛 40万剂 50万剂 如果包括莫德纳在内 我们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可能6月 可以拿到超过200万剂以上 包括AZ都会来 至少40到60万剂 但倒数多少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啊 欧盟也在抢 欧盟还告AZ 说他供货太慢 那印度自己本身在代工AZ 大家也在抢 全世界都在抢啊 所以呢 你要知道 抢得到疫苗 现在没有疫苗 有疫苗麻烦你 打快一点速度可以吗 昨天 礼拜天 新北市 新北市之前就在喊太少 台北市两万两千剂 然后呢 高雄市两万一千剂 我一万八而已 为什么你昨天只打两千多剂 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你不要跟我讲说 衣服人员都在忙 为什么礼拜天就降到两千多剂 礼拜天假日不是应该更 更大的能量把它打完吗 对 为什么 我不是想比 但问题是 比你还多 你一万八 高雄两万二 高雄两万一 高雄在昨天晚上六点的时候 全部打完了 台南市也打完了 你的速度要加快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早一点把疫苗 打进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打进去第一线的警销人员 打进去第一线的人 他们就早一天有抗体嘛 这个所谓的各县市的 现在变成什么 现在台湾 除了刚刚说的郭台铭 他们这些是处于好意 然后甚至于郭台铭 郭董愿意自己免费捐五十万出来 五十万出来 非常感谢 至少他有真的做嘛 他也真的做 也真的叫灾难小组 真的在公文上面 找药商 人家有在做嘛 你们呢 你们出一张嘴啊 请问你们这些人 说要捐的 所有管道的东西拿出来 你给我看东西啊 你有没有授权书 你有没有合约书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跟我说 跟大家讲说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说 东西哪里来 不要问我是不是哪里买得到 这个疫苗是一辈子的事 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都说 这是假议题 为什么很简单 等到你买进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两个月最快 也要一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呢告诉各位 这个月开始 每个礼拜几十万剂 十万剂进来之外呢 日本最快 日本最快 他们现在跟英国谈 因为本来签订AZ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转让给其他国家的 他们现在谈应该OK了 那么日本的朝野呢 不分朝野 包括自民党在内 大家都愿意 为什么 因为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捐给日本六十八亿台币 然后在去年 日本最可怜的时候 我们捐给他两百万个口罩 大家都是捐的 一毛钱没拿 他们现在要报恩 你要知道 同样捐钱 同样捐给他七十亿 在四川汶山大地震的中共 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他现在日本要捐AZ给台湾 他竟然说 是台湾在以疫魔毒 说不会让我们得逞 你疯了吗 你如果真的什么两岸一家亲 把台湾当作你的自己的兄弟 你不是应该协助台湾拿得到吗 台湾因为法律的关系 还是国民党时代 立的法呢 不能禁你中国的疫苗 所以张亚中那个国药 国药疫苗不要再讲了 为什么 你法律 国民党自己立的法 国民党自己还不修法 你不要再讲那不可能的事情了嘛 你这个是空话 空话一番嘛 最主要是赶快把疫苗来到台湾嘛 据我所知日本现在库存马上可以立刻火速 从仓库吊上飞机的120万马上可以吊 120万计的AZ 然后呢 他是授权到年底1.2亿计的AZ 他可以生产9000万计啊 所以他给台湾的扣打 一定会只要他愿意 只要他抵得住中共的压力 马上上飞机 120万计的AZ 马上飞到我们桃源机场啊 你知道吗 这些朋友人家至少我们对人家好 日本政府跟日本人的网友都说 应该要好好对台湾报恩嘛 所以大家静下心来 有疫苗地方政府赶快打明天 那剩余的26万计 包括台北5万多计 马上就下来了 请各县市政府呢 那么马上放出去 还有基层先打 最危险的先打 不要再发生 有高阶警官 我不知道你是探身怕死 还是因为真的不知道 你去抢的根基层打干什么 最危险你们的风险再大 都没有第一线的基层的原警 包括第一线的警商 包括他们的衣服人员 他们的风险大嘛 由他们先打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大家在咬巴刺 现在因为现在疫情缓慢的下降 表示大家克制 大家的自我克制有用 我们继续克制下去 让整个数字往下降 但是等到疫苗真的源源不断 几十万计 上百万计来的时候 不要到时候又挑山减市 又这个不打 那个不打 到时候 真的倒霉的人 是你跟你的家人 谢谢瑞德大哥 两个层次的问题 瑞德大哥说出这番话 让我想到几个状况 来我请教是这个林静颖医师 包括了吴宏诚医师 当然把镜头要给黄敬平 敬平在这两天 在双北让我们看到最新的状况 明天六月一号双北之外 几乎多个县市首长都启动 就是身份证单号双号 那么采买的一些限制 等于说你如果落实的是单号一三五 那二四六的话 换句话说 可能面临到就一半的人流管制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是透过的QR Code 这种十联制是非常简单的 可是重中之重的双北 他是祭出其他的方法吗 等一下由现场所拍摄的画面当中 敬平帮我们做解释 那我请教林静医师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病毒在流感化 社区化的同时 明年疫苗还会再打吧 没问题吗 对不对 林医师会继续一定要打吗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种肯定的状况底下疫苗国家对疫苗的自主研发 对台湾有多么重要 那第二个呢 很多人就在说 好在质疑这个疫苗国家对的同时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都说 你看台日在这个关头里头 台日的紧密关系 可以看得出来 那美国跟日本呢 有人在质疑说 美国对台湾这个疫情当下是见死不救 可是我看到一个非常 来自于权威的消息 真还是假 也许王定也包括这个林医师帮我们做解析 去年八月份 美国的卫生部长 阿杂尔来到台湾的时候 事实上AIT的墨建主席 人在 包括几位CDC的高官 通通都在 据说在那次里头 其实对于台湾未来的疫苗 有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很多人看到南韩总统文在寅 他都可以拿晶片去换疫苗 台湾呢 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 换句话是告诉大家 台湾根本不需要透过晶片去换疫苗 美国直接寄数给你 因为记转所谓的美国国委院 负责官员都有来了 负责官员都来了 等于是我直接寄数给你的 就给高端 而且高端呢 因为我自己做纪录片 高端的总经理呢 陈总理 陈灿坚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高端疫苗 所以次蛋白里头 他的一个跟莫德纳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细出头门 就是软身兄弟嘛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你如果刚刚看到 我的CDC 今天所公布的 所有的BMT 辉瑞 包括莫德纳 他们的第二阶段的实验的受试者 根本人数非常少 六七百 这是非常正常 为什么高端在第二阶段 要大规模到有四千人以上 为什么 他知道台湾要透过了这样的一个人数 因为我们的确诊者没有那么多 所以干脆把第二阶段量放大 可能可以紧急授权 否则你要把完成三 三级的一个人体实验跟缓不继继 所以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来我请教 疫苗国家队 自主国家队 这种自主研发 对台湾不重要吗 有一股力量想要摧毁吗 第二个 美国对台湾 这个当下疫苗的发展 真的见死不救吗 但是去年八月份 阿扎尔 陪同他来的相关的人员里头 是不是在这方面 其实给台湾在疫苗方面 根本就是你不用靠了 不用靠什么美国 我技术直接给你 以后你要生产多少就算多少 这个消息是属实吗 是正确的吗 任意识 我先讲第一个事情 去年阿扎尔来聊了什么 在我的层级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我看看 等一下地域委员要不要补充 但是趁今天在场 还有很多 包含地域委员 还有县市的议员 我先提一件需求 就是说现在的状况 双北还有台中打完 可是有另外一批 就是双北还有台中 之前打第二季的 就是他们第一季 可能3月或4月 已经打了 那么现在他需要打第二季 因为第二季是8到12个礼拜 有一些医师在跟我反映 他们在等台北 就是双北的第二季 他们等不到 所以这边我要麻烦 在场有地域委员 是不是可以帮忙协助说 假如双北现在都先打的是第一季 那么原先在两个月前有认真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协助一下 让他们也打得到第二季 不然的话第一季打完 你超过12个礼拜 第二季会不够 那现在得到的双北的消息 跟他们说 你们就等 我们没有第二季可以给你打 现在是这个状况 所以这件事情要麻烦 今天在场的委员帮忙 那再来刚刚提到国产的疫苗 简单来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 现在台湾有没有买AZ 有买 我们有没有买莫德纳 买了 但是卡在哪 卡在其他国家没有 还没有办法 就是说药厂还没有办法给我们 所以你势必未来有几个现象 第一 这次病毒大家已经知道 有英国变种 有印度变种 最近又听说 有英国跟印度混在一起的变种 也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未来三到五年 这个病毒应该还会在世界上轮来轮去 那这种情况之下 明年需不需要再补第三剂的疫苗 看全世界目前的研究到什么程度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我们未来都还只能熬熬 代补别人给我们疫苗 或未来还有类似的这种所谓相关的 我们难道要永远没有研发疫苗的能力吗 所以今天台湾如果内部自己有国产的疫苗厂 未来我们的疫苗厂可以再包含说 转借别人的技术来研发自己的疫苗 或者 做AZ这药 那我们不就是可以让台湾里面更确保 我们未来可以有比较稳定的疫苗来源 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 来处理国内疫苗这件事情 那国产疫苗的研究 其实我先补充 国外的研究 如果你要等到像不论现在的AZ 莫德纳或BNT 你要等到他们第三期全部做完才能打 这个世界上的人差不多死一半了 所以其实多数的国家在刚开始都是 给所谓的紧急授权 但是这些厂商都还在做第三期实验 而第三期实验出来的报告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明年 可能是后年 所以像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不像 一期的时候就说我要跟你买了呢 一期他宁可我跟你定 然后我钱白花我也要买 那我们没有这样子 我们比较谨慎是说至少我二期跟你定 所以说很多人在讲二期跟三期的建议里面 我们的国产疫苗的二期 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叫做双芒 双芒这个动作通常在二期不见得 每一个药品都很旧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 在数据上面 我们还可以拿到没有打疫苗 跟有打疫苗的人 他身体的抗体浓度差别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国产的疫苗 他们会在看浓度里面 去做的一个动作 而这个动作在五月 五月初的这个 自然的杂志 就自然杂志 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说 因应未来的一些病毒的发展 疫情的发展 抗体浓度来看 而不是真的要到三期 因为三期会来不及 这个世界上疫苗扩散的速度 好谢谢林医师 来这方面包括董老师跟王定领补充 来我刚刚提出的疑问 来王定领先来 第一个 这段时间一直在运作一件事情 就是要证明台湾是无能为力 要把我们2020年累积起来 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自信跟光荣感 要把你抹灭掉 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 是没办法对抗灾变 对抗外来挑战的 那他也利用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 我们能做不能说 我以下要讲的是 因为我看到媒体有报道了 我可以去引述他讲的话 真正我们的疫苗发展 是在去年2020年的五月 台湾的高端公司 我相信在那一天之前 知道这家公司没几个人 跟美国的NIH 就是美国的国家卫生院 那国家卫生院做什么呢 那是美国官方机构 协助发展疫苗 他协助了两个单位 一个莫德纳 一个台湾高端 所以你说这两个 是不是同一组 生出来的孪生兄弟 有没有孪生 以后看疫苗的效果就知道了 但至少同一个来源 而且来源是美国官方的NIH 国卫院 五月份签订合作的时候 大家回头去看 那时候美国一直很积极 快筛也合作 疫苗开发也合作 因为台湾守得不错 病例少 它病例多嘛 所以透过那样子 我们可以取得一些data 但是RNA还是不一样 那关键时间来了 跟国卫院的合作 到了八月份 我们那时候就看到 有史以来 层级最高的官员 就是Azar Azar来到台湾 见了总统 然后那时候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在野党 国民党的委员 还说他是要来卖瘦肉筋的 我在 我是觉得很小的 反正就是 还要去弄这个事情 大家不知道的是 他随形有谁 我念一遍给你听 除了我们都有看到 那个很高的 那个Morality 莫健 他是AIT理事主席 我们大家认得他 夏威夷人 另外跟着来的有 美国卫生部 幕僚长 等于是事务官的首长 这个叫做 Brian Harrison 布莱恩·哈里森 第二个很重要 美国卫生部 全球事务 负责全球合作事项的 办公室主任 盖瑞特 然后另外呢 还有谁呢 还有他们负责一些 国外技术合作的官员 都有来 那来 这些人负责的 其实就是 国际合作 台湾跟他的合作 他才会来 而我们合作就是 五月份签订的 这一个 跟莫德纳一样的 合作疫苗开发 所以如果我们再羡慕说 韩国文在寅 跑去了 见了白宫 就 晶片换疫苗 他其实花很多钱 他要把他晶片厂 设在美国 那晶片厂设在美国 汽车厂的EV 电动车的什么 都弄在美国 然后换取美国 让他生产莫德纳的疫苗 他是代工生产 代工生产 是我授权你生产多少 你就做多少 台湾不是 台湾是直接把技术给你 你自己生产 你要生产多少 是你家的事情 层次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去年年中 五月到八月 这一段密新 那某一个新闻 他把它爆出来了 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话 其实当有人在 故意要分化说 你看啊 文在寅区就有了 台湾什么都没有 我们拿到的是钓杆 他拿到的是鱼而已 所以这是一段 另外 这一个大家一定要记得 现在有一些单位 有些单位是很善良 想要帮我们买疫苗 民间团体 就算没有申请 我觉得也要肯定 他的善良 那有一种是这种事情 我要买 你中央不要审查 审查就是刁难 台中县政府说 我要买30万疫苗 希望不要问我来源 我请教现在看电视的人 不管你是蓝的绿的 你要做这种的吗 你知不支持这种做法 还是说 好你要买30万剂 把你的申请的单 表单送进来 我们尽快来看 确认来源 确认安全 再来做分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忍不住了 今天要在 这个字模糊 我看能不能找到更清楚 这大概是今天 政政节目 我们来谈这个东西 大家记不记得 国民党这两天在骂什么 哦 那个本土疫苗 两家国产的 有问题 你提早下订单 涂利 你们在炒股 大家看啊 这个叫立法院的提案单 提案的是党团干部 有 有孟凯啦 吴思怀啦 赖世宝啦 曾明忠 废宏泰 林德福 振振钱 这些人提案 他提什么案你知道吗 这好几个案 这案都告诉你 这是上一次的提案 我们本土疫苗发展 政府投资太少 还有说为了 各国的疫苗发展出来 都会优先供应 自己的国内 届时台湾可能买不到疫苗 他提案要求 执政的政府 要对我们本土的疫苗公司 不管是鼓励啦 订单啦各方面 要积极的鼓励 那就是积极要成立疫苗国家 对啊 不是你提案了 人家现在照做了 你回过头骂人家说 你怎么第二期 你就在买啦 你这个是拿人民开玩笑啊 图例啊什么的 看一下自己写过的提案好不好 这是正式国会 国民党党团干部提案 加上一些插花的 写在里面的 他里面的案 我随便念一个 他说未来国外疫苗开发完成 可能会供他们该国内使用 届时我国面临 无法及时购买国外疫苗的窘境 原就这些人 要求卫福部全力恢复提高 国内疫苗的研究 然后积极的洽询协助 COVID-19疫苗 各种临床实验 试验上各方面的这个需求 有效落实肺炎防治作业 提案人 曾明中 赖斯堡 废宏泰 林德福 罗民财 多久的时间的提案 多久的时间的提案 上个会期 上个会期 所以时间是绕在 这个在省上一次 上一次的 我们家是纾困4.0 上一次纾困3.0 那不是就是要自主研发 要成立一个疫苗 国家队的方向吗 大家有共识说 国内确实要开发疫苗 他们资源不够 国家应该多帮他们一点忙 国家应该给他们订单 要扶走他们有努力的目标 现在民进党政府算是 不分朝野 你讲的有道理都照做了 对对对 照做你还出来骂 那我不晓得 当时你其实还是提好玩的 所以我是觉得 政治是众人之事 这个拿出来看 然后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反对 对 可笑了 怎么国民党是忘记了吗 忘记了吗 但是我看今天民众党 也出来开记者会 就是说 怎么会有预约采购 那我想说预约采购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什么叫预约采购呢 就是在质疑里头 有一点点违反 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常识 董老师怎么看 尤其是这次的新冠疫苗 全世界各国都是预约采购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抢 你当然要预约 你不预约 好了 你不要说事后买 你现在预约都预约不到 这才是问题 刚才讲的 就是说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疫苗的生产合作 可能刚才王定宇委员 他讲的是对的 5月5号是签约全球授权生产 其实还要更早 可以往更早往前推 2月17号 我现在讲的是去年的2月17号 我们的高端公司 就已经跟美国的国家卫生院 已经签约合作 那时候大家来合作来开发快三四剂 疫苗还有药物 那个时候美国的AIT 他还公布了说 这个就是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是真朋友 真进展 再过来去年的3月18号 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我国的外交部 我们的这个吴部长 吴钊谢部长 跟美国AIT 有共同发布一个台美防疫的 这个伙伴联合声明 里面有谈到 是疫苗要共同开发 那个是去年3月18号 再过来就是刚才说的 5月5号 我猜5月5号 为什么有那个消息公布出来 就有谱了 这个事情 当时的疫苗的开发有谱了 所以双方要签约 以后这款疫苗 如果出来的话 全球该怎么卖 这双方要先谈好 那是5月5号 再过来就是8月 就是这个 8月Azar Azar来 这个Azar 卫生部长 美国卫生部长 那当然更确认 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去年的9月15号 高端公司 他有公布 他说已经透过 美国的国家卫生院 跟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 开发出了基因重组 几蛋白 就是说已经开发出 这个疫苗开发出来了 是 然后这个疫苗 9月要进入第一期的 这个人体 这个临床实验 去年9月 当时高端公司 还做了一件事 他找了一个 美国的创新生计公司 叫做维克斯 他在做什么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 莫德纳跟我们高端的 这一款疫苗 是细出同源 莫德纳那个时候 已经会脚步比较快 快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高端公司 心里就在想说 因为当时是去年9月份 我们台湾的疫情 也还OK 然后也不想跟莫德纳 去抢 去抢这个市场 所以说当时就是发展 是不是能够发展出 比莫德纳更好的疫苗 好在哪里 储存稳定 易于应用 有力铺货的组合性疫苗 所以当时有定了 这一个方向 所以才会说 是不是要找出一份 比莫德纳更易储存 更易运用全球运输的疫苗 所以说我们的脚步才放缓一点 来找出这款好疫苗 所以第一个 在所有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 到处都是美国政府的影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头到尾没有讲技术移转 没有这样讲 从头到尾讲的是说 双方合作开发疫苗 因为也许讲这个 技术移转的话 美国会有些难处 会有些尴尬的地方 好 我们就是双方合作开发 所以我们今天跟韩国比起来 韩国是代工 我们是发展自由品牌 而且还可以自己生产 还可以放眼全球 所以当初我们对台湾 对这一款高端疫苗的设定 是这样子设定的 是 我补一个部长 我问一个 今天苹果抛出来的讯息 他们去棋底高端的大股东 说大有来头 我不知道这个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有内线交易 你去查去办 甚至去抓 你去棋底他大股东 说他曾经登上新药的股王 引发十九根的跌停板 那高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有几次的跌停板 有几次的涨停板 股市刚刚瑞德大哥讲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但这里头如果牵涉的 有人刻意炒作 或者内线交易 说真的检察官 你就去查去办 那你说 你去招出大股东 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生物科技的研发 为了这种政治上的扯后腿 付出多少代价 何大一的鸡尾酒疗法 宇昌案造假 到现在高端 没有证据就引说 他后面有个大股东 叫王瑞德 怎么样嘛 人家合法做生意 瑞德大哥没那么有 不是他的 我的意思是说 政府在做一个政策 一定会影响到经济行为 但是我不是为了 那个经济行为 来做这个决策 而是台湾到底需不需要 一个自主的疫苗的生产 研发能力 我们立法院上个会期 通过一个预算 我们的国委院 要增设一个疫苗场 第二场 也就是我们要有 自己生产疫苗能力 那我刚才讲 要补一个 另外一个秘辛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Azar那一段 都是在川普政府的 那到拜登政府 有没有变 刚好隔了一年 今年2021年的5月12号 这个 现任的卫生部长 叫做贝希拉 贝希拉不是跟陈时中 视讯开会吗 对 那时候有一段英文 贝希拉说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台湾's ability to access vaccines 什么意思 那时候解释说 美国支持台湾取得疫苗 没有把ability翻出来 美国支持台湾 拥有取得疫苗的能力 或者知道实力 是 我现在回头看 看懂这一句了 也就是 这个政策是延续的 从 Azar到贝希拉 两个总统 拜登跟川普的两任政府 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支持台湾拥有 拥有 你说制造或拥有 取得疫苗的能力 那我们不是靠别人慈悲 因为我们台湾的公卫医疗 我们的疫苗研发能力 也是事实上很强 他有他的强项 所以两边来合作 那这合作呢 高端如果因为这样成功了 他到底应该叫台湾之光 还是叫炒股炒股王 我觉得我们大家信有一把尺 台积电是因为他的实力 全世界不能没有他 所以他股价才会高嘛 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个疫苗 有各样的优点 大家抢着要买 这一家公司的股票 政府官员有内线消息了 不能买 但我们看到一个 我们的地方型 或者是这个台湾 国内型的疫苗公司 变成全球型的疫苗公司 到底哪里不好 何况这个都是 国民党我刚才查了 去年十月 你们提案还嫌政府补贴 钱太少 做得不够多 那现在人家接近成功了 又要把这颗蛋捏破掉 没有必要啦 我是觉得对自己 我还是相信之前的民调 百分之五十四以上的台湾人 要打我们国产的疫苗 那个就叫自信 我补充一下 高端对不对 他的前一季的财报 还是负的 都是负的 他是亏损的 我问你 我去帮你研制疫苗 然后你不给我一个订单 还是一个这个 等于说希望 然后我们每个月 亏损亏损亏损 这样的公司谁要去做 生技公司 这样的一个疫苗公司 谁要去做 现在你指控人家炒股 证据拿出来 很简单 他的股东是哪几位 你都把它列出来 我没有意见 我也不是股东 我也没有买高端的股票 你去把它查出来 到底你要指证人 很简单 高端立 从你指证的那一天开始 那几天 所有的是谁买卖 因为这样子 那么产生巨额的交易 因为这样获利 我也为了炒股票 一定有获利 很简单 你把它列出来 当年宇昌案 对蔡英文的指控 不是就这样吗 帝国到太多 清朝八百公公公的 把你忘了以后 就算最后你被告了又怎样 那已经很久以后的事情 你把人家泥巴 全部身上打 那种黑 弄脏了以后 然后等了好久 都算五块一张 你能这样干吗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也不过在一个月以前 一个月以前 当中共国民党跟这些泛蓝名嘴 政治人物 不断地在夸大 这个所谓AZ疫苗的副作用 有没有 打了以后怎样 我空好这个 我还能不能讲一大堆 副作用 连衣服的人都不敢打 你忘了吗 4月23号开放给警销打 很多人也不敢去打 后来怎么办 后来没人要打 6月15号开始 有可能相关的这个疫苗 可能就过期了 所以后来怎么办 开放给大家自费打 事实上疫苗还是没有花钱 只是自费 你要去挂号 你要去问诊 这样的费用 4万多人 你知道这4万多人应该是 第一线衣服人员 跟所谓的警销人员打才对的 是谁让他们不敢去打 是谁 一个多月以前 你们除了干这些事情之外 请问你 现在跳出来又哽咽的 有哽咽的 说中央政府刁难的 有说不要问我疫苗从哪里来的 有说我已经 反正不管什么疫苗你来跟我谈 你只要有本事的话就来跟我谈 还有说闭着眼睛的签了这样子 这些人 尤其是政治人物 我请问你一个月前 有几个人跳出来 说台湾政府买太少 你知道吗 我们政府应该多买 然后应该多买 这边买那边买应该多买 然后再说衣服人员 还有警销人员 这些第一线人员 通通都该去打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 不断的开放 大家还是不打 都是你们的杰作吗 所以我知道大家急了 但是刚刚今天下午点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直接出来谈话 现在从种种的数据显示 大家辛苦了 每个人都跟我太太 我两个孩子一样 乖乖守在家里 除了去倒垃圾跟买东西之外 买食物之外 大家奏效了 从昨天开始 整个大趋势是往下的 虽然是缓步 包括校正回归的数量 数目一创下新低 不断在往下降 最后希望校正回归是零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确诊数就可以 马上告诉我们 整体趋势是往下降 现在包括RT值R0值 全部在下降 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 刚刚说的 疫苗大举来 你不要跟我讲礼拜天给我打2000多剂 新北市400多万人口 大家急着要死 一定要解决 不容许这种事情再发生 还有 那么这些疫苗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我那时候很纳闷 为什么两个多礼拜 为什么确诊数 还有一定的确诊数 蔡奇亚 蔡市场 新北市场侯友宜 跟台北市场柯文哲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你们在那边市级兵推封城 如果你们连蔡市场黄昏市场都没办法管理好 那你们有什么资格去谈什么市级兵推 还有每天都干中央 每天只能骂中央 你们连一个蔡市场 侯友宜今天讲 168个蔡市场由自治委员会去处理 不能这样干的 中央这时候地方政府 地方父母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从基隆 从高雄 从台中 陶竹 苗一直到宜蘭 为什么大家都要传统赛市场 黄昏市场 用你身份认字号分流 我赞成啊 为什么 我不可思议啊 板桥为什么有五百 六百个人 那么多人确诊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黄昏市场 人挤成那样 我的天啊 我们所有全台湾的人都在家里乖乖的守着 然后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 阿公 阿嬷 爸爸 妈妈 很多人为了要买菜 因为都在家里嘛 没有办法外食很多嘛 可是问题是你不能让这样发生嘛 你应该去管理 你连管都管不好 如果你连这个都管不好 你一天都在杠中央干什么 你要把菜市场分流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再下台滚蛋啊 就是这样子 你就应该用一个 如果你不要用身份证之后 我也没有意见 但你不能说 职日委员会自己来 不行的话就停业 不行啊 等到它不行的时候 整个疫情全部都碰出去了 现在全台湾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市基础上 虽然有像其他区散布 但是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 其他各线市就斩断斩断斩断 让它加零加零 像台东像哪里 斩断斩断 不要让它拖出去 现在新北越 新北现在是全国最多案例的地方 你要把它斩断啊 最简单的斩断方式 你看 确诊者去做的地方去哪里 不是菜市场 就是大卖场嘛 当你们在说 不排除这个 封城市集演练 不排除放张意愿 不排除什么兵推的时候 本来菜市场跟这些大卖场 很久 有一段时间没那么多人 礼拜天一个市集的这个兵推 有没有 马上又挤到那边去 你知道马来西亚 从6月1号封城14天 两个礼拜 大卖场抢到剩下一罐的辣椒酱 那个心里的慌张 大家也怕嘛 所以大家把心放安 整体疫情是往下的 大家只要维持现在 自爱 然后呢 奉劝别人 也不要做那种不自爱的事情 我们再闷个一两个礼拜 相信台湾 整个疫情一定会直转直下 会有好消息 但是绝对不容许 菜市场群聚的事情 在地方政府跟我讲说 放给自治委员会 自己去管理 不可以这样 是 谢谢瑞德大哥 因为看到这两天的本土案例 跟回归的人数里头有往下 所以这陈时中说 是不是翻转的契机 来 靖平 这两天你在双北 你观察到什么 在我背后的这一个大电视墙 它是一张这个传统市场的照片 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在前天 前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九号 星期六白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 有很多的碍于这个隐私权的关系 民众的部分 稍稍请制作单位 我们上了一点这个雾化了这个马赛克处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照片 虽然雾化处理了 还是很看得到 几乎都是人头专动 这是台北市中山区 隆江路那一带附近商圈的一个传统市场 当然这是有一个 有台的电视主播宋燕敏 他当时去那边采访 前天采访了之后 他去现场他看到 他有点震惊住了 他当下拍下了这张照片 po到他自己的脸书上 然后后来他在脸书这两天 昨天前天他也这个被骂翻了 然后后来逼了他今天也出来道歉 所以我也要帮这个有台的这个主播 宋主播讲个话说 他并没有意思要去批评 这些市场的摊商 而是提醒县市政府 地方县市政府的部门 是不是能够请民众能够做好一些去市场采买 做必要采买的一个人流的管制 做一个分流 而不是放任民众说 你想要去市场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双北地区 还有包括桃园和全台湾 现在几乎夜市都不能开了 可是早市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白天的传统市场 还有黄昏市场 却还是很多人 让大家看得吓一跳 但是偏偏现在全台湾各个县市 几乎包括桃园和这个基隆 新竹还有高雄台中 宜兰苗栗 几乎都加入了 呼吁民众能够采取身份证字号的单双尾数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身份证字号 最后一码是六 是不是就是二四六 就是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市场的采买 就是像这一张的图 这个是我可以看到 我先跟大家讲 有实施的哪几个县市 包括这个高雄市 嘉义市 还有台中市 还有苗栗县 以及新竹县 新竹市 以及基隆市 还有旁边的这个宜兰县 都有实施什么 依照身份证字号尾数 单日单数 双日双数 像我刚刚举例 我的身份证字号尾数是六 就是二四六 如果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单数 一三五七九 是不是就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 去采买 一个礼拜这样子分 一二三四五六日 用这样一个来区分 这个是几乎各县市 都希望这样子民众 当然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好像没有强制性 这已经是希望各个地方 县市 你们居住地的这个民众 能够采取这样一个分流 我相信这段时间 顾问朋友 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都非常的郁闷 甚至有些恐慌 因为对于未来的情势演变 充满了不确定感 但是呢 其实台湾目前为止 是有节奏在面对这些事情 尤其是人民的自发性 已经获得了某一种程度的一个效果 台湾因为自主性的封城 让这一个疫苗 因为还没有完全去施打的覆盖力 这么高的状况底下 病毒快速的扩散 说真的 你当你病毒快速扩散之后 怎样让他不失控 难度非常高 短短两周 你看到已经有呈现缓和 这个曙光是不是在未来可以看到 不知道 因为有赖大家的努力 人民努力之外 包括地方首长态度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在万华 当时CDC把六十万则的细胞 简讯同步发出去的时候 这时候高雄市长 陈其迈做什么事情 他从六十万的细胞 简讯里头去找出 大概有一点五万人 曾经回到高雄 他还从一点五万人回到高雄里头 六十万的细胞 报告简讯去找到回到高雄的这几个 还有五个人曾经去过南沙群岛 他把时间找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快速要赶快射 赶快把这个确诊者 因为隐形传播率 如果一直传播的话 你当然要积极作为 包括了高雄 他没有宣布进入三级警戒 他几乎以准三级警戒在启动 很快的时间 他是所有地方首长第一个宣布 在餐厅内禁止引用的县市首长 我觉得落后没有关系 对的政策赶快跟上就好了 我相信大家共同努力 很快可以渡过难关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请大家加油 我们再会